桃園的同仁 另外,我們醫院的各位醫師、護理人員、醫院的全體同仁 大家不安 大家好 那桃園總醫院令人欽佩的地方 就是一開始我所報告的 本來是要服務國軍 那現在呢,服務桃園鄉親的比例恐怕是更高 也可以說是剛剛鄭市長所講的 三家跟另外兩家醫院共同扮演我們守護桃園鄉親健康的責任 那第二個呢,令人欽佩的是不僅僅是有本院 那麼也有服務到東營 那麼另外也有新竹分院 那現在剛剛鄭市長講我們還要到八德 那第三個是走入社區 我今天非常高興我們蔡院長所率領的醫院的同仁 跟桃園執政策來共同合作 要成立製造中心 然後呢走入到社區裡面去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 不管是健康的教育 或者是基層的醫療服務 其實我們都應該伸出我們的願手 守護我們民眾的健康 另外呢我也很欽佩讓我們桃園總醫院能夠納入這個益銷的體系 納入益銷變成緊急救援的一環 我覺得是非常好 對民眾健康的守護 我想能夠更扮演關鍵的角色 在進步的過程當中 醫療服務的需求應該也會增加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們桃園總醫院能夠由區醫院變成準醫的中心這個方向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好謝謝大家